年轻女子的王洛情缘 恩爱之中暗藏玄机 打击太大 有时简直让人无话复习 餐馆客人千单吃饭 陌生来访者愚出惊人 他说他现在跑了 是个骗子 男子夹借身份招摇撞骗 怎样识破此类骗局 今天收看本期平安365 温情陷阱 2015年3月12日 小商店老板吴华 与一家餐厅的经理李雪梅 一起来到湖北省恩世市公安局 五阳爸派出所报案成 他们被同一个人 利用不同的身份骗了十几万员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吴华今年31岁 2013年底刚刚离婚不久 独自在湖北省轩恩县城 经营一家小商店 一天他的QQ上 一个网名为你开心我快乐的人 向他发出好友请求 他嫁我几次 我后来最后一次就同意他 吴华说这个人自称周军 是从婚恋网上看到他的信息 希望与他相互了解 得知他刚刚离婚 还经常对他嘘含问暖 我通过我是在干什么 通过我心情为什么不好 就是这个样子 据吴华说 周军经常找借口 在QQ上跟他搭讪 两人聊了一个月之后就见面了 周军当时告诉他 自己开了家公司 是做建筑工程的 今年28岁 由于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找女朋友 到现在还是单身 他说他爸爸是 鬼头资源局的 后来就慢慢的慢慢的 就觉得他这个人还可以 周军花钱大访 不拘小节 吴华通过周军的言行举止 对他产生了好感 对其所说的一切 也深信不疑 据吴华说 当时周军将自己承包了什么项目 建筑工地在哪 甚至跟哪家公司的人合作 都告诉了他 而所提到的建筑项目 公司及其老板 在当地也几乎是家喻户销 他说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地方 的确是有这一个地方 也是有这么一个人 恩师市距离宣恩县城不到50公里 周军隔三差五就来看望吴华 还帮他照看店铺 吴华说 周军表示 不介意他的年龄大 离异 有孩子 两人相恋之后 周军更加体贴入微 还时不时的给他和孩子买礼物 不仅如此 周军还说 他在恩师市一些机关单位有熟人 并主动提出 帮吴华批量教授货物 因此 当周军借口工地上有工人受伤 从他手里先后借了三万两千五百元 他都没有产生任何疑虑 两人相恋两个月后 就在一起生活了 一次吴华帮周军整理医务时 无意中看到了一张身份证 一看我说 那怎么你的名字叫丹苍金 感觉挺奇怪的 我就问他 他就说 那是后来他给的名字 那我就相信他了 吴华说 当时周军给他解释 自己童年时 曾经过继给一个表亲 原来以前姓大 后来就接到一个周家 我说为什么感情姓大 他说 缓回去姓大了 周军告诉他 不使用身份证识 还是习惯用原来的姓名 对此 他也就不再疑心了 两个人相处 五个月后 周军花了七千多元钱 买了一枚钻戒 向他求婚 他被周军打动了 决定与其在自己的家乡 按照当地的民间习俗 举行婚礼 婚礼前 周军只是当着吴华的面 打电话 告诉了自己的父母 此时 吴华还没有见过周军的家人 他说他爸 他妈妈很忙 他说等我爸爸过生日的时候 就到我家去看一看 认识一下老人 吴华说当时完全被周军的热情冲昏了头 结婚证都没有领 就跟周军举行了婚礼 在婚宴上 周军结识了吴华做生意的表弟 他许诺可以通过吴华表弟购买建筑材料 然而不久 周军就借口 工地上急需一笔现金周转 向吴华表弟借了五万一千元钱 反正我说有表姐这层关系 不可能也骗我他 因为他们两个也举行婚礼了 带我们的恩师吃啊玩啊 反正他就是他工地也蛮多的 我们也没到他公司去看 一笔借款 怎样让真相浮出水面 痴情女子已得抱怨 让此能否回头 平安365 温情陷阱正在播出 2014年7月的一天 吴华的表弟突然来找他 说周军吹嘘的一切都是假的 他根本就是个骗子 吴华听了这句话 如五雷轰顶 一下就崩了 日为冷静之后 他还是不相信表弟的话 于是表弟给他讲了事情的原委 我把那点钱打过来 我说我这工地上也差钱 他就说叫我把账号给他 他说叫他爸下午跟我转过来 跟他爸打电话 我听那边没什么声音啊 一般你说话的时候 那个手机里面再怎么也有点声音 我账号给他了 给他了我就说拿过来我对一下 然后我就把他那个他爸的电话号码 接在刑警了 然后我就拨过去是空号码 我就知道他是骗子 经吴华表弟再三嘴问 周军终于承认 他根本就没有公司 也没有固定职业 突然得知自己心爱的人是个骗子 吴华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吴华当时太心情太难受了 什么都不知道 一天换都没吃 感觉就像整个天都塌了 打击太大了 也就是简直让人无法复兴 吴华当时非常生气 他质问周军 为什么要接近他 欺骗他 他就是说我想接触我 他就是说看我开的电影有车子 最后吴华的表弟坚持让周军 以身份证上的名字 断昌金给他打了个欠条 就是那个骗子嘛 他也就说他认嘛 反正这个钱他认 认了那表姐他就说 反正亲戚啊 不要搞太深了 那就他全自担得保 当时吴华的表弟一心想去报案 让周军为他的行为 承担应有的后果 不料 吴华恳求表弟不要去报案 也不要他将这件事情告诉家人 随后自己东介西凑 还了表弟的钱 企图稀释宁人 他就说还是想给他一次结婚 毕竟他们在家里决心婚礼了 做他改正啊 原因他总会有患错 也可以改正做好人啊 你什么都没有 再有自己的双手双脚就可以 据吴华说 当时周军十分感激他 并向他表示要挣钱还债 我感谢你啊 他说你救了我 还是这样子说 你帮我还了这个钱啊 他说我是想真心给你 和你过日子 吴华得知 周军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业游民 并没有嫌弃他 更没有抛弃他的念头 几个月的相处 吴华对他产生了情感 一心想纠正他的不良喜欢 不久周军告诉吴华 他想去广州打工 尽快还债 吴华就同意了 然而周军这一走 就音讯全无 他后来打着打着 电话就不通了 也关机 怎么也联系不到 周军消失后 吴华才恍然醒悟 周军根本就没有挣钱还债的念头 去打工只是托辞 实际上是想摆脱他 因此深受打击痛苦不堪 他算了一笔账 周军称帮他批量销售货物 拿走了他价值两万六千元的商品 借口工地上有工人受伤 借了他三万两千五百元 说自己工程款未解 手头紧 出去应酬需要钱 隔三差五从他手里拿千八百元 良人相处期间 开他的车加油的钱 买烟的钱都向他要 加上表弟的那笔钱 总共十万多元 周军一走了之 经济上的损失 加上情感上的伤害 曾经令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这一来死活的时候 有时候 好像一个人死了算了 就是 免得老人担心吧 我觉得他太无情 就是说我帮过他 就是也为了他 受尽了不少的苦 在苦苦等待半年之后 吴华开始四处找人 打听周军的下落 有人告诉他 此人经常在恩师市 一家餐馆吃饭 让他去那里问一问 于是 吴华来到了餐馆 找到了餐馆经理李雪梅 给他看了周军的照片 问他有没有见过 李雪梅一看照片就大吃一惊 说这个人不叫周军 是恩师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国土资源局的张明 以前经常来吃饭 李雪梅还告诉吴华 三年以来张明都是餐馆的老顾客 近期不知何故突然不来了 发现蛮大方 然后项目要折客什么 他基本上都不要 都是 有的时候我们说给他打个折 他说没关系 不用打折 李雪梅说 2013年7月的一天 这个人在他的餐馆用餐后 说没有带银行卡 并自称是恩师州国土资源局的 公务员张明 问他能不能签单吃饭 定期结账 经常来觉得应该也不是一个欺骗我们的人 毕竟一两年都在我店里吃饭了 对吧 我就一次没带卡 然后我们 最基本的还是要给他一点那个 有一点就是互相信任的那种 就这样签了 自那以后 张明来餐馆签单吃饭38次 签了他10600元钱 2014年的年初跟中旬 我们就叫他去结账 我们说把单子拿到国土资源局 然后一直在拖 然后他说可以解 打了花票过去了 但是钱没有到账 李雪梅对吴华说 自2014年以后 此人就再也没有来过 开始追账还应成 后来电话也打不通了 李雪梅在忙碌中 将这件事搁置了 那么自称张明和周军的男子 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段长金 张明 周军 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真实姓名 同一个人 不同的身份和姓名 这里面是否另有隐情 调查取证 自己鉴定 案情最终能否水落石出 平安365 温情献行 正在播出 报案民警听了报案人的陈述后 首先对张明的身份 进行了调查核实 接着我们到这个 恩石州的国土资源管理局 去找这个相关的部门去核实 我们有这个叫张明的人 尽管他们的确认 确实没有这个人 那么他这个身份 肯定是编造的 所以我们就确认 这个受害人的报案的 这个情况 应该是真实的 民警通过调查了解 结合当事人所说情况 初步判断 这是一个假冒身份的诈骗案 立即立案侦查 受害人吴某就告诉我们 他说 缓身叫张明的 曾经告诉他 他是湖北八东人 但是具体是哪个地方的 不大清楚 办案民警通过人口信息网查群 找到了八个叫段昌金的人 经受害人吴华和李雪梅辨认 民警确定 犯罪嫌疑人是湖北省八东县 严渡河镇的段昌金 恩石市公安局 五阳坝派出所的办案民警 赶到八东县严渡河镇 对段昌金的背景进行了深入调查 试图找到他的行踪 到他家里去了解呢 段昌金的话是 也是你 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的话 应该是奶奶带着他 本人很长段时间都没有回去过 在严渡河镇 民警没有找到段昌金的行踪 那么犯罪嫌疑人段昌金 究竟去了哪里 2015年3月19日 办案民警将段昌金 列为网上讨犯 组织开展追讨工作 五天后 湖北省襄阳铁路公安处 宜昌东站派出所的民警 在宜昌火车东站安检通道 将其抓捕归案 段昌金 1986年出生 湖北省八东县严渡河镇人 小学毕业 无固定职业 2012年前后 曾在亲戚承包的建筑工地 打过工 在审讯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段昌金 他对这个 报案人的这个反应的情况 有一些狡辩 刚开始审讯时 段昌金实够否认 餐馆的那些单据是他签的 民警通过笔记鉴定 认定单据上的签名 是段昌金的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他交代了犯罪事实 无华报案时说 他被段昌金骗了十多万元 但是其中的五万三千元钱 由于证据不足 无法认定 此案认定的涉案金额是八万多元 犯罪嫌人段昌金最终因招咬撞骗罪 诈骗罪 两岁并罚 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并罚金五千元 民警在办案过程中了解到 段昌金的父亲是农民 母亲常年在外地打工 他本人在认识无华之前 已经结过婚 而在离开无华后不久 又交了女朋友 据段昌金交代 他被抓的时候 正准备跟新交往的女朋友结婚 段昌金隐瞒自己已婚 离异有两个孩子的状况 使用假姓名 谎称是公司老板 编造家庭背景 取得无华的信任 骗取其及其亲友的钱财 事情败露后 他还对无华谎称 要去打工挣钱还债 此后便杳无音讯 在现实生活中 如何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呢 在李雪梅的餐厅 段昌金又是如何达到行骗的目的呢 段昌金利用劳顾客的身份 让餐厅经理李雪梅 对其产生信任感 而他每次结账时 都不要折扣 又留下了好感 因此 当他皇称是国家公务员 要求签单时 李雪梅就没有核实身份 直接给其签单了 此类假冒身份招摇状片的案件 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平安365提醒 无论因公因私 与不明身份的人交往 或者发生经济往来 一定要事先确认 对方的真实身份 以免上当受骗 这是发生在安徽省四县的一幕 2016年1月6日中午11点 该镇一家养猪厂发生的火灾 当安徽省宿州市消防支队的消防员 赶到现场时 只见一排猪射顶部已经坍塌 大火已基本熄灭 为彻底消灭残火 防止火势向周边蔓延 消防员立即用水枪 对火灾现场的残火进行清理 据当事人介绍 由于子猪出生后需要保温 取暖灯段落后 淫然了地面的麦结 导致了火灾 目前大火造成损失 约万余元 平安365提醒大家 由于冬季比较干燥 加上农村中 捷杆等易燃物较多 在使用养殖场内的大功率取暖设备时 应多加注意 避开易燃物堆放区域 防止火灾发生